第17题,实验桌上有四个相同的烧杯,分别装入质量均为500公克的四种物质,物质的密度如下表所示,请问哪一个烧杯装入的物质最有可能是硫酸? 那我们根据密度的公式D等于V分之M,我们现在放入的质量是相同的,所以如果我们的密度越大,我们的体积就会越小。 我们看到我们的四种物质的密度,从酒精到水银是由小到越来越大,所以我们的体积就是由酒精到我们的水银是越来越小,而我们的硫酸是我们的密度第二大的,所以它的体积就是我们的第二少的,第二小的。 那我们除了看到我们的假烧杯是我们的体积第二少的,所以假烧杯可能是硫酸。 第十七题问我们说,请问哪一个烧杯装入的物质最有可能是硫酸? 我们答案选的是A,假。